大家好 我是袁某人 今年夏天 由于不可供因素 IG暂时吸引着失去了对面核心的晒 取而代之的是新人嫩妮 虽然新人表现不错 但成绩还是很难达到粉丝们的预期的 但出乎大家意料的是 7月3日 IG居然以2比0横扫了FUN PLUS 那么IG到底是回光反照 还是找到了制胜之药 那他们现在的问题何在 本期我将会通过复盘 来跟大家剖析一下IG 然后强调一下 因为是常规赛嘛 BP是有存在版本更迭和试水的 所以常规赛的所有复盘类视频 我都不会跟大家聊BP 那兄弟们应该能理解吧 OK 我们进入比赛 脚跃蓝薄一级都很弱 所以这把双方打野前期都不会考虑做入侵 IG这个阵容是经典的前期三线优 但当FUN PLUS开始到6级后 中野的带节奏能力就会逐渐将限权掌握回来 所以最关键的就是 双方打野在第一轮野怪时的处理 这里重点说一下下路 下路FUN PLUS是100%不可能有限权的 因为WINK的这个德莱文带的是纠集要王天赋 而FUN PLUS下路组合带的是虚弱 FUN PLUS对线端2约2是不太可能击杀德莱文的 主要是看推线的情况 能否给打野创造出越场的机会 为了抢线 双方都不想帮打野开buff 所以这里双方打野都很默契地站上半区自己solo开 然后在1分20秒这个阶段 两位打野都确认了对方都是从上半区开的 这里熏做的很好 他将自己的眼留在了河道 这个眼的意义是给Ruqi前妻压制了空间 这个眼就保证了Ruqi在二级的时候 能够不用担心蓝博直接从上半区硬帮中路缓解压力 因为塔下克裂到二后配合蓝博从上半河道过来 那如先这样压就很容易出事情 所以可以看到Ruqi是一直靠在上半区精准的给克裂压力的 这时我们看回下路 FUN PLUS这边就是常识性抢线 这样就算被抢二也不会亏太多 毕竟德莱文这三平红加丙端还带强攻 谁顶得住啊 那FUN PLUS下路基本就是象征性的挣扎一下 基本就放线了 然后少了一个近战名经验的 此时基本是可以宣布下路和谐已经姓薰了 但到这时候FUN PLUS其实都还好 毕竟阵容本来就是要抗压的 但关键是中路出事情了 克裂对位被打出了闪线 前面说了薰的眼位给到了Ruqi持续压人的角度 Ruqi也不负众望 确实对线压力拉满 但我们来看克裂在下马后的第一视角 我想会有观众很奇怪啊 为什么Doing B要顶着上去吃卢仙的伤害呢 因为卢仙的这个位置是想去给F6视野的 而蓝某刚好就要刷到F6 Doing B应该是不希望卢仙能够抓到蓝某的位置 克裂这里直接克了血就上去顶 估计是想换完这波直接卡跑着线 回家无几再踢出来 那典型的用血换卢仙的蓝 那如果按照Doing B的剧本 这波换完血TP出来 配合吃完红的打野 利用探照果实是可以将中路的线反托一波的 只是没想到伤害确实超出了Doing B的计算 直接闪现被打出来了 只能说Ruqi压制力这块还是给整个明明白白的 虽然就要闪现 但对线其实还好 Doing B是没有亏线的 但IG下路处理的也不错 这里Wink抢完2以后是直接给眼的 这样保证了蓝某就算是速三 也没有抓下的角度 德莱文加泰坦这个组合是只能打进攻的 所以一旦在前期被打出产线 那几本蓝某和克里也靠一次 没位移的德莱文就有可能死一次 这里Lukas勾到了冰队中的林伟霞 然后点燃换了虚弱 这个召喚师技能的互换就特别关键 因为前期角落这个英雄是只能进不能出的 在有虚弱的情况下 月塔的压力就很大 而这波勾到 还确认了刘青松学的W技能 没有Q技能 没有虚弱的垂实 那防月塔能力就很弱 角落月塔就可以将输出拉满了 这里夸一下薰 他的判断非常果断 原定计划是速四 然后利用下路优势控和线 在下路打出机会的一瞬间 薰就直接中断了自己的刷野节奏 转上来下 这里下来有两个点 第一 他能判断出蓝某大概率在下半区的 他这个路线可以卡蓝某的位置 因为这个时间蓝某肯定不可能刷完石头人 大家都是三级 我下路优势 那抓了蓝某位置大概率就能控和线 第二 明伟霞的血量很不健康 中路打出TP了 下路没虚弱 这波就算是4月3都很有机会 而且上路万豪抢线也很成功 就这波啊 如果蓝某来下一起手 IG这边就是5月3 可以说 军队与局势的把握非常的到位 他只要走到这个点位 怎么打 IG都是赚的 此时我们来看方克拉斯中叶的处理 就都应必是看到鲁匹叉的眼位的 此时 赤蓝某的天正常有两种选择 第一 直接掉头去上半区拿和线 那问题是 他选的是不知道脚游位置的 万一IG要硬抓他位置 那线上很难给予到支援 而且他如果不在下半区 下路的压力会特别大 其次是吃石头人 顺便防下路月塔 那如果他去吃石头人 那这个和线一定抓不到 所以他利用了探照果实 清Rookie的眼给Rookie压力 虽然暴露了自己 但清掉Rookie的眼后 起码能保证Rookie不敢继续伸压 算是缓解中路压力 毕竟防Place这个阵容啊 只有中路能动 节奏才能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天的这个眼 这个眼是先叉 然后再排Rookie的眼 这证明了天此时 是不敢吃这个河道蟹的 他希望用这个河道蟹 来抓熏角月的位置 但天是料不到熏这么果断的 在他的判断里 角月此时应该得蓝 或者蛤蟆这个位置 所以这波月塔呀 方不拉斯已经是必死的局了 就你这个阵容 中下打对线都没有扛住 那必然是这个结果 但关键是这波月塔 IG实在跃得太轻松了 IG这边只用了一个提皮 就把方不拉斯两人给击杀了 就这一段就能看出 IG目前打线的能力依旧是优秀的 前期上中下打线都非常成功 同时打野的嗅觉也是顶级 比赛到这里 方不拉斯的下路是大裂 但还能连场玩 因为闪现都还在 只是压力会很大 这里看天的处理啊 如先TP下路 所以方不拉斯中路是能够回推一波线的 他趁势 吃了这个河蟹直损 而且从刷刀处 也能判断出角月只吃了四组野 就意味着角月还得两组野才能四级 所以蓝博选择利用中路线选进野区 这里是OK的 前期三级的角月是拼不过四级蓝博的 天可以选择入侵吃一组野 那就算拼成只输一次 角月也还是三级 而只要反掉一组野 角月的对位等级就会落后三组 这样野区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而且随时有登楼的情况下 他可以随时回撤 吃自家石头 可以说天很敏锐地抓到了IG这三线优阵容里的缺口 但薰的嗅觉再次起到了关键作用 他知道蓝博大体的位置 但不确定是否进了自家野区 所以给了这个隔墙野 确定了蓝博的入侵 这样原本在回城的德莱文立即取消了回城 在天的视角里 IG的中下应该都是毕了的 如果德莱文从上面过来 那么方佛拉斯这部撤退会容易非常多 而自己的野没有抓到薰 而薰的野抓到了天 那对位就吃亏了呀 这部团战可以注意两点 第一 方佛拉斯上路是趁着万豪吃河到蟹的时间 把线推进万豪打下 而阿卡丽是选择回城 这里阿卡丽是随时处于支援状态 而万豪要吃冰 那如果双方上路都听 那万豪肯定是要亏很多经验的 但有趣就有趣在 阿卡丽回城了一半中止了 转而想去对方失踪人处插野 如果阿卡丽回城 这里买了装备 插了眼是刚好可以过来的 这里就是我上期讲LNG时说的 就方佛拉斯目前在对上路协同的沟通上 还是存在一定问题的 那第二则是天的选择 天这里选择吃蛤蟆而不是蓝buff 这算是打野的一种博弈 他是不知道薰位置的 如果薰回来 他白吃一个蛤蟆 然后双方会集结在蓝buff处 兵惩戒 他可以吸引中下路包夹过来 让IG中路亏兵 让对方辅助上线更慢 毕竟自己身后是有灯笼的 而如果薰不回家 那么阿卡拼惩戒 有闪有灯笼 他自己也能走 而薰如果惩戒抢了蛤蟆 那么蓝博还能继续利用中路线权 真蓝buff的 这种就是我线上没有打好 那我打野就利用自己的优势 来缓解边线的压力 但由于薰的眼导致了德拉文没有回家 让方辅助的撤退路线就没那么容易了 这里德拉文假如是从上面过来的 那么薰甚至可能会被方辅助反包夹逼闪 所以这个眼导致的信息差 让整个局势变得不一样 这波上路没有补装备 下路没三级 视野也烈实 方辅助上头被IG狂秀 直接打了一波一换五 多硬币甚至连IG这边交了几个闪现都记不清了 可见这波打完方辅助这边人有多余 这里看兵线 方辅助中上的线是小赚的 下路是亏到炸 这也是方辅助最近时常出现的毛病 仓促应战导致的崩盘 这个兵线本来就是回推线 方辅助下路肯定是要快速推进对方塔 将兵线重置的 结果这波支援还正忙了 导致了原本的回推兵线 林伟祥几乎没有吃到 兵线基本被自家的小兵吃了N多 这种就是顶级崩盘啊 有些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些人不但死了还掉线了 这里人头啥的都还好 主要是经验落后太多了 现实过去的情况下 德莱文这个装备在手 方辅助下路直接连线都不被看了 此时林伟祥21到 正常来说一场比赛打到这里 其实就应该结束了 但这是IG IG这段时间为什么比赛很折磨人 就是因为他们在优势后的协同与联动 非常地离谱 这波打完 方辅助最后的倔强就是上中野了 天的处理很好 他复活处是直接到IG 红去给视野的 这样直接抓到了薰的位置 对于方辅拉斯来说就很重要了 因为虽然下路打猎了 但自家打野的等级是领先的 所以抓IG的打野来捶 就能有效地缓解IG的进攻节奏 注意啊 此时Wink在下路囤线 德莱文这个装备 就算一打二都是随便打的 主要是担心蓝博 所以IG的首要任务是找蓝博位置 这里薰的压力是很大的 他是连着在自家排了方辅拉斯两个真言 自己的位置相对于裸体 但这里IG的联动就做的很奇怪 下路在囤线的这个过程中 辅助是不动的 而且方辅拉斯下路不露头 也没有给打野拿信号 然后薰在这种情况 居然敢自己一个人去对方野区做野 就你不怕我队友的吗 这里直接迎面撞到垂时 这里方辅拉斯是在中路反多人脚跃的 目的就是围绕着你此时没闪 薄弱的终结搞事 对于IG来说 万幸的是刘青松的闪现没有留住脚跃 否则后续不堪设想 首先小龙八成得丢 其次是方辅拉斯可以趁着脚跃死的这波 给林伟祥好好吃完这波回推线 那这样IG下路囤线的 月塔的战略意义就不复存在了 所以从这波IG围绕着优势路的联动就能看出 IG目前的指挥系统 就存在着一定缺陷的 就大家要明白 好的结果 不一定是从合理的过程中来的 但合理的过程 一定能让队伍越来越好 这个IG最稳的解 就是辅助直跌去河道 跟脚跃控制的河界 然后再一起去对方野区做事业 这里方辅拉斯的下路思想再次出了问题 这波林伟祥没有等辅助直接跳上过墙 这导致刘欣松腰绕很大一圈 这波线方辅拉斯下路是很着急吃的 急到连这个眼都没有时间排 能理解 但确实也太着急了点 如果辅助在 那IG这波月塔八成是要亏的 中路是颗列线6的 IG也知道蓝博吃了河界 在下半区 但IG还是选择 堵蓝博赶不到 下路强行月 这不只能说 暗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 本来有虚弱有灯笼的垂石 操作空间是很大的 结果他没到 IG这种就是想当然 层数低了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算到了林伟祥会打这个果子吧 是我的层数比较低 林伟祥一共吃了一个眼 两个近战兵 倒下 注意这波 月完塔后 IG是可以撤的 一换一 IG也是血赚 毕竟辅助换AB嘛 但IG接下来的选择就让人费解了 在明明知道克列倒6 且已经往下靠的情况下 小月居然想回头继续打 他反打的原因可能是因为Rookie也在往下面靠了 但你怎么跑屠你都不可能跑得过克列啊 这波要不是克列的技能被得了跟躲过 Wink是有可能被击杀的 Wink要是死了 那IG即便打成3w3 那都是亏的呀 优势方千万别坏人头 IG虽然团营了一波 但经验是落后的 当时中和上都是亏限来支援的 所以IG唯一的大优势就是下路 那么要做的就是利用优势 将优势辐射到全队 那这波Rookie的后续处理就非常不好 中路线没有完全进去 这波什么情况 Rookie选择支援最好呢 是这个河道器属于IG的时候 要不然硬靠腿跑也太耿直了吧 那由于Rookie继续选择敢下路支援 那导致中路的线并没有完全进塔 而Rookie的游走 虽然让克列不敢继续追击 但实际上是拖慢了IG控制源的节奏 这里Rookie跑完一趟 再回线处理炮制线 那此时林伟箱已经复回来补线了 这样的冰线推进就慢了很多 而如果Rookie不游走 推线进塔 那吃完塔皮回家补给 这波IG的中路就是回推线 那么8分钟时Rookie已经补好装备 完全可以出门推线配合脚越拿峡谷 那这波Rookie往下支援的这个选择 结果就是峡谷刷清的节点 他是刚出门 而中路没有线权 那IG为什么放峡谷 有人会怪万豪被阿卡丽单杀了吗 但实际上关系有 但不是绝对 毕竟阿卡丽单杀完就没有大招了 这波IG怎么运营是最合理的 我们把时间拨回6分钟 IG下路囤线 小玉等辅助来到后 控和线 同时固置下路吃野 随后刷野发育 IG下路继续推线吃塔皮 此时IG的下路是绝对先6级的 有视野 不用担心蓝波的亮可 虽然林伟祥能够多吃一点发育 但本来他就是掉线状态 保峡谷才是重点 德莱文推线吃塔皮 先回家 然后先比方克拉斯下路更快的靠近峡谷 这种情况下 方克拉斯就算单杀了 可一个没有大招的阿卡丽 也不敢跟IG争峡谷 这峡谷一拿 进攻节奏不就有了吗 这波IG在天打优势的情况下 为什么放峡谷 第一 角落只有5级 第二 德莱文赶不及这波团 第三 终于没有限权 IG只要满足任意一个条件 都能够接这波先锋团 而这三个原因的根源 就是这波下路月塔的判断和后续处理 这种决策就是团队不协调的证明 跟打台位一样 要知道IG是优势方 优势方应该是可以主动选择进攻节奏的 那可能有观众会问了 那IG犯病不还是赢了方克拉斯吗 对没错 但我的角度来说 方克拉斯首先犯下了 不是 首先 一个游戏的胜负是多方面的 IG赢 证明了IG在这个BO3 比方克拉斯打得更好 但不代表这IG打得不好的部分能够被掩盖 因为现在是常规赛 过去的战绩只能代表过去 队伍都是不断的改进和进入的 赢是一回事 那怎么赢又是一回事 这个BO3 方克拉斯的BP是做的没有IG好的 而且IG在团战的发挥 也比方克拉斯要好 尤其是薰啊 我没有想到 薰居然是IG目前最稳定的选手 但IG发挥好的部分 不能掩盖他们在运营层面的失误 与节奏混乱的表现 就我一直都秉承的一个观点 就是队伍 短期出成绩 可以靠着个人选手的上限 但长期成绩还是得看整个队伍的下限 而目前的IG 我认为还是得优先解决队伍的整体性 协调性 这种团队问题 往往不个人的发挥 选手的英雄词 更致命 那本来这期视频复盘到这里应该就结束了 这更新时间也应该能勉强蹭上一波热度 但写文案到这里时 刚好看到IG打RW 我的妈呀 这个BO3实在是过于经典 所以我忍不住就再跟大家复盘一段吧 因为实在不复盘 我都各亿各慌 把导播都搞裂的偷家名场面我就不说了 我直接给大家复盘第三把 IG在大优势下 这转折团他们是怎么打的 第三局 此时21分钟 IG打优势 注意看IG的视野布置啊 IG的三个睁眼都是偏防守的位置 而同时狗熊位置都在担待 那这没有问题 但他们后续的处理得大途 这波他们在敌方的蓝区有绕后眼 这时在IG的视野里 RW除开塞拉斯外 基本IG都是知道位置的 那这波我们先把为什么要打和凭什么要打 都先忽略掉 首先 角月是看着日女进草丛的 角月有精神想开团想慢一下 OK 毕竟泰坦滑满鞋这个位置就是在蹲嘛 那RW上当了 开着角月 那薰开的就很差 但哪怕到这里 IG都没有明显的伴向 这里万豪的大招放得非常好 万豪把泰坦的撞给控制抵消了 但下一秒他这个有意味的乐了 打到这里 IG只需要撸前排都还能打 毕竟格温没有W 塞拉斯这个发育也是不敢进场的 此时角月和狗熊包括泰坦技能都已经交完 基本没有战斗力了 RW这边前排也基本交完技能了 然后Forge也挺奇怪的 他偷的是熊而不是泰坦 可能是怕被控吧 这里IG做了最离谱的团战选择 换后排 就Rookie是希望EW秒了维鲁斯 但问题是打到这里RW一个闪声都没交 而且IG的视野是绝对烈实 如果这里有视野 那我还能说有操作空间 情有可原 但只知道对方全技能的情况下 且视野处于绝对烈实的情况下 这波进场我只能用突发二级来形容 这里Rookie率先突发二级 然后Wink迅速被传染 直接把这波团战送走 Wink跟着波的前提一定是手里有大招 要不然滑板节是不可能进后排的 这里IG离谱的点有点多 首先决策 这不就没有什么打的理由 不打下路推线 给RW下路高地台压力 排空视野 这应该是很基础的运营逻辑吧 你实在想打 那你最起码得把RW中上 用兵线给拉扯了 你再找机会吧 IG说不行 爬得该 一刻都不能停 那行 那这波团战能不能在自己事业优势的地方打呢 不行 我IG就不喜欢赤翔凌落 我就是要忙 我就是要接 你接可以 那能否让泰坦去卖呢 这波最离谱的是 IG是吧 除了塞拉斯外 其他所有的位置都知道的情况下 还能做出这波团战的选择 而且双C的团战选择堪称离谱 就这个视野布置 你怎么可能想打这波团呢 选择烂 配合烂 执行烂 IG以非常欧亨历史的团战 宣告了这场比赛 风向的改变 这大概能理解吗 这波团 IG手握巨大经济优势的情况下 RW 甚至连一个TV都没有用 就团没了IG 这就是当你做出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时 你要承担的后果往往更严重 IG这个队伍在游戏中后基于你离土的地方特别多 这也是为什么今年一整年 我都基本没怎么做IG在相关的复盘 就你失误特别多的时候 你能聊的地方就很少 因为这种失误会把你前面所有好的地方全部抹掉 当选手的个人优点应该很差的 团队整体而被掩盖时 观众看着难受 我复盘也难受 就没啥聊的 就这么犯病了 输了 一个优秀的团队 假如选手靠个人能力打出30的优势 那么队伍是能够把这个优势扩大到50甚至100的 而IG现在就是能够打出一些优势 但当各条线收束成一个团队时 还做得不够好 希望在赛老师回归以后 IG能够好好地思考一下指挥和协作的问题 最后一段 就放IG教练在赛季初被EDG翻盘后做的评价吧 现在来看完全不过时了 你们水龙魂加一万经纪 感觉出来打到了批准就已经 我给你们的想法很低级很幼稚 你们没有把该做的做好 只是单纯地想 凭借自己的优势 就快速地打一波传结束游戏 结束的结果结束是我们 中线不推 不给对面视野压力 不进去作业 就是后面比赛还挺多的 如果以后 如果拿到优势或者这种经纪的优势 对于IG来说我们输得特别是被丢人的 那么就 thrイ也不得了 我们也不適合 我们希望的优势 也不得了 我们希望了 我们希望优势 我们希望优势 可 我们的